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3028集 侯阳大使 你去过几次京城啊 也就两三次吧 我这个人脸颊就愿意在家里面待着 你呢 我呀 就去过一次 京城自明代以来便是龙旗汇聚之地 我感觉那里应该隐藏着很多的秘密 天堂下面的龙须草和大妖 应该不过是冰山一角 所以我这次过去打算多待一些时间 我赞同你这个说法 两人一路聊天 下午五点半 在西三环的位置找了一家酒店安顿 两人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个小时 找了一家百年老字号的店 去吃烤鸭了 吃完了晚饭两人回到酒店 休息到第二天凌晨三点 简单洗漱了一下 便去了天坛景区 白天里人多眼砸 二人根本没有办法动手 这个时候到日正好 凌晨四点钟 二人从侧墙位置翻进了天坛景区的院落 按照那老鼠魂体的说法 将天坛院落里面正中心的地砖给撬起来 掀开铁板 进到了铁板下面的洞穴 张凡一掌拍在炉顶的铁板上 真机透过铁板 让那些之前被扒掉的砖块又重新落在了石板之上 二人这才往洞穴里面继续伸入 两人下到洞底拐进永道 走出石米之后 的确看到了镶嵌在墙壁里面的第一根龙虚草和第一滴菊原叶 张凡伸手触碰了一下 那包裹着龙虚草和菊原叶看似石壁的东西 这就是普通的石壁 并不是结界 二人来之前都认为这墙壁很可能是结界构造而出的 如果是普通的石壁 凭借那只老鼠精怪的石壁 应该是可以打得开的 欧阳也伸手触碰了一下 微微点头 还真是啊 小凡 我动手试试看 看能不能以蛮力打开这石壁 张凡点点头 那灰鼠魂体已经尝试过使用蛮力 并没有出现什么生命危险 所以张凡答应了欧阳的尝试 欧阳的物理战斗能力都在肉体之上 所以也根本不需聚气 伴随黑的一声 抬起拳头 一拳便砸在了石壁上 有聚原液和龙须草所在的位置 在欧阳的拳头上那股大力 接触墙壁之时 墙壁上传出了嗡的一声闷响 无数黄色的棋盘网格 骤然间浮现在了墙壁之上 从这棋盘网格上反弹出的力量 直接把欧阳拳头上的力量给反弹了回来 与此同时 欧阳感觉手臂上传出了一股酸麻质感 倒退了足足五步 每一步都会在地上留下一个半寸深的脚印 墙壁上面的黄色能量网格也重新缩回到墙壁之中 就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欧阳甩动着有些酸麻的胳膊 皱着眉头说 这 这怎么回事 小凡 你搞清楚那黄色网格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吗 张凡看了看欧阳略作思索之后说道 那些网格是由灵气和元气组成 而且里面还包含了一种特殊的规律 那 那和结界的组成成分是一样的呀 嗯 这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结界 不过这个网格结界要比普通结界高明得多了 是挺高明的 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会出现 在平常的时候又会自行掩推 对了 小凡啊 凭借你的能力可以把这网格结界给破除吗 不能 想以蛮力解除这个网格结界 至少需要第三境第五段的实力 咱们再往里面走走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个比较巧的方法 好吧 那咱就再往里面走走 二人也没再耽搁 继续往这涌到深处走 的确如那灰鼠魂体所说 每隔十米便会出现一个龙须草和聚原液 不知不觉 两人已经深入了百米之远 同时也听到了清晰的售吼之声 与此同时还感受到了浓浓的妖气 当初那灰鼠魂体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扁铺感再贸然进入了 小凡啊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涌到深处的精怪应该是一只猎天寺啊 猎天寺 这是什么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就是母犀牛 这猎天寺呢 就是母犀牛在古时候的称谓了 是这样啊 猎天寺这个名字 可比母犀牛要霸气得多啊 是啊 不过欧阳大师 你是通过什么判断出 这里面的精怪是母犀牛啊 通过吼声 自从获得了火麒麟的传承 我对于各种精怪的吼声 就像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常识一样 宁可在了脑海之内啊 哦 这个能力不错啊 嗯 也正因为如此 我脑子里面反映出是猎天寺的吼声 所以才会脱口而出 不然的话 我一定会说是母犀牛 要不显得我多么的爱炫耀一样 一个称呼而已 谈不上炫耀 张凡微笑摆了摆手 对欧阳正色说 你留在这里等我 我再往里面再深入一些距离 到时候我喊你 张凡这么做 自然是出于对于欧阳的安全考虑 欧阳也自然能看得出张凡的心思 哎呀 我怎么能让你独自以身犯险呢 再说了 我是过来历练的 你如果这么保护我 我该怎么历练呢 这样吧 咱们一起进去 见欧阳与其坚决 张凡便不再坚持了 行 那咱们一起 涌到还是之前的样子 可墙壁上已经不再有龙须草 和聚原液了 二人大概走出了三十米 前方传出了隆隆巨响 并且伴随着 无比浓郁的妖气和瘦吼 随着时间推移 那隆隆巨响之声越来越大 周围温度也是忠然间升高 紧跟着 一只浑身散发着火光 体型庞大 带着强悍气势的犀牛 四体翻飞 气势汹汹地 朝着张凡和欧阳这边 冲了过来 卧槽 看到这一幕 欧阳不由抱了一句粗口 随后 慌乱地问道 小凡 咱们好像不是对手 怎么办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